2021年刚刚过去,如果要选出一个去年互联网上最火热的词汇的话,内卷这个词一定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以至于现在大伙看到内卷这个词,就平生一股焦虑感,尤其是疫情改变了世界的这两年,很多行业都压力倍增。 无论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是已经在职场上常过了社会独大的中年人,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似乎我们整个社会对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评价体系,太刻板,太单调了。 似乎只有有钱有权,有地位,你的人生才算是成功,才配接受大家的鲜花和掌声。 如果你没有得到世俗的名利,你的努力就没有意义。 但是,最近我看了一个视频,一反常态地讲述了几个失败者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没有那些世俗意义上成功者的光鲜亮丽,但同样足够打动人。 视频的一开头,随着开幕的冷风走来的,是个去滑冰场上的教练。 这个教练叫乔宏,他刚刚拿起冰刀,走上了冷冷清清的冰场。 这里没有我们电视上看到的国际大赛的鲜花促勇,只有几个小孩子在训练。 曾经,乔宏是顶级的花样滑冰运动员,无数次踏上过万众瞩目的赛场, 用出色的表现征服了所有观众。 但是,在一次比赛中,他严重受伤,再也上不了赛场,只能退役。 在刚开始的时候,乔宏一度无法接受这一切,沉浸在失落和沮丧中。 第二个出现的人物,是开面馆的老吴夫妇。 丈夫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辛苦地揉面, 妻子则愁容满面地收拾着店面。 只有当女儿出现在视频尽头前,俩夫妻才勉强挤出了一个笑容。 以前,他们的生意不算红货,但也还过得去,可因为疫情,老吴夫妇俩的店这两年是多次修店,面馆经营得非常困难,也迟迟没能把老家的女儿接来。 第三组人物,是在赛场上聚精会胜打比赛的职业战队B战队。 他们是一支出道三年的电竞战队,也好不容易走上了今天这个城市赛的赛场。 选手手上贴着的膏咬正默默诉说着他们训练的艰难和痛苦,但这一次,在四进二的半决赛中,他们距离胜利又是只差了一点点,遗憾败给了强队A战队。 比赛结束后,他们极度失望泪洒赛场,他们场下的支持者听到比赛结果后也难过地哭了出来。 第四位出场的是脱口秀演员黑子,本该是个喜剧人物,可他张嘴这两句话实在让人笑不出来。 脱口秀演员本该最口齿伶俐,表情丰富了,可他的自我介绍毫无特色,表情僵异,他已经打拼五年了,但在这个偌大的城市,依然没找到自己的舞台。 新的一年到了,我们屏幕前有些人会感觉,过去一年自己好像没啥变化,工作没什么起色,困难遇到了不少,努力了大半天,好像还是在原地打转,没人愿意承认自己不重要。 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辗转反侧的时刻,会和他们四组角色一样,看不到自己的价值,看不清未来的方向。 在电竞战队的休息室里,有个大个子试图给大家打气,明年我们继续加油,可明年又明年,大家已经等了很多个明年了。 看看那个队员贴满高药的手,下个月还能不能握住鼠标都难说,还说什么明年。 在回忆里,摔断了腿的乔洪,曾经也期待过明年重返赛场,但他一跳一跳地靠着墙时,他已经非常清楚,自己连正常走路都这么费劲,自己这一辈子和比赛荣誉应该彻底无缘了。 大家的前路在哪? 随着一轮朝阳的升起,视频给了我们答案。 在清晨,乔洪正飞快地跑向训练场,喜欢玩滑冰的朋友应该能看出来,乔洪飞升上楼梯的发力方式,正是踩着冰刀蹲地的动作。 即使不能上赛场,他也没有放过生活中每一个重新站起来跑起来的训练机会。 他的新工作,就是视频开头提到的滑冰教练,班上的孩子年纪都很小,乔洪看过去,满眼都是自己小时候开始训练时的样子。 在他们身上,乔洪看到了自己的梦想。 只不过,他从当初的追梦人,变成了别人梦想的播种者和守护者。 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也许没有人会记得我们,但依然可以点亮孩子的梦想。 在电梯里,那只刚刚失败了的战队,我们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准备离开赛场了。 但就在他们想要离场时,其中一个队员叫住了大家,他提出了一个让大家继续留在赛场的办法,去当A战队的陪练。 虽然我们拿不了冠军,但我们也可以去当陪练,帮助同区的A战队夺冠。 兄弟,明天带着我们的那一份理想,继续努力吧。 在老吴夫妇的店里,一个女孩狼吞虎咽地吃着刚刚出锅的面条,因为这是她在这个城市里最惦记的味道。 店面重新开门,她就马上过来光过,我好怕你们不开了。 看到自己做的面还有人喜欢,老吴两口子笑了,我们会继续开下去的,老吴两口子说。 而在旁边一桌吃面条的,是还在钻研表演的黑子,他的思路被柜台前的笑声打断,因为他发现外卖小哥正看着他表演的视频,笑得合不拢嘴,连取餐都忘了。 在这个小小角落里,居然有人会这么陶醉于我的表演吗?那这个城市里,是不是还有许多像小哥这样的人,等着我给他们带去笑声,说出他们的故事? 黑子终于明白了,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只是蹲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了,他要去城市中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找寻最能打动人心的创作素材。 一般来说,故事铺垫到这,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哎呀,下一幕肯定是要讲他们怎么开挂,怎么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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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人民的生意开始逐渐回归 大家在评价一个人物的时候 开始越来越注重他为人民做了多少事 而不是他有多少钱 有多大的公司 在这个视频的结尾 提到了一个叫蓄能的词 每一分汗水 每一分耕耘 都将聚能成还 在我们提到的那些伟大的事业里 有哪一个能离开普通人的蓄能呢 我们讲的战争故事里 每一个伟大的统帅身后 都有一支了不起的队伍 在抗击疫情的两年里 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配合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或许都没有机会成为英雄 但我们却组成了一个英雄的集体 有一种成功叫我实现了理想 而另一种成功叫理想因我而实现 只要永远怀揣理想 你就永远是最耀眼的模样 只要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哪怕你很频繁很普通 但你也一样是自己的英雄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都能找到自己愿意为之天砖加瓦的理想 为理想蓄能 以为自己的生活蓄能 活出自己的当红时刻 南福至今一支长而不凡的你 虽然平凡 但绝不平庸 南福为无数平凡英雄蓄能